哈囉 各位戰地系列的好友 還有youtube的好友大家好 我是基督 我回來了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 8月7號的凌晨的1點22分 1點21分 對不起 我看錯了 那 因為我剛好在看 我剛好在看 這篇文章的史末 我想慢慢的去給他翻譯出來 那無意見我在錄影的看到這篇文章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蠻有意思的 其實你知道我看完的時候 我再次不知道該怎麼講 知道嗎 我就是 這篇文章剛好證實了 我前兩天 我在youtube上面講的就是 安德偉順他講出來就是說 戰地2042的生命週期 跟下一款戰地2042之間 大概會有多少的時間 對 剛好證實了 我前兩天講的那一點 那我在 我在 EA的 2022 就是 2022 2021年的第一季的財務報 也是這邊 2022年的第一季財務報裡面 他有安德偉順 現任的一二執行長 他有證實了這個 那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這比較商業的東西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而且不是光是台灣 而 老外很多人也不知道 因為我看了這篇文章 我才知道原來很多老外 他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說我看到 在網上有人 放 有人PO了這邊文章 那 其實你知道嗎 我 我當下看的時候 我是笑到 笑到 把 我的那個水噴到螢幕上 害我那邊清多久 你知道 他 你知道他怎麼寫嗎 我 我大概講一下 他的標題是 How long do you guys think that dice will support this by the field for? 他的意思就是說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說 欸 你們認為 DICE能夠支援戰地風雲多久 那 他的回答就很 他的問題就很妙 他說 我 我 我希望這個遊戲 可以支援到八年 我靠 我 我笑到差跡 對不起 你知道嗎 呵 呵 八年 呵 我 我懷疑這個 我懷疑這個老外 腦袋是進水 是不是 八年 你 你知道嗎 我 我天啊 我的媽啊 那下面的人呢 下面他有講 他說 三年到四年 最多就是三年到四年 那 這邊有一個 有個叫做 KORIC 這一個呢 那 他有 他有回應一個正確的一個地方 還有這一位 他有講 他有講到就是說 在 昨天的電話財務報表裡面呢 他們已經說 戰地風雲是一個服務型的遊戲 那 最多呢 就是 兩年 一個循環 也就是說說 戰地204年了呢 兩年之後呢 就會循環去做下一個遊戲 那 那很多人呢 好像不知道 我發現到很多人 他不知道說 兩年 他覺得很壓抑說 怎麼會兩年呢 那這個他有講到就是說 一夜已經確定了 他在昨天的財務報表裡面 財務電話裡面 他已經有確定了 那 那就是兩年 那就是兩年 突一二龍 那就是兩年 那就是兩年 然後呢 他在2023年的時候 就會釋出 戰地風雲期 當然戰地風雲期是 我們目前 只能猜測說 他是戰地風雲期 也就是新作的戰地風雲期 對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在戰地2042 在做 做完成之後呢 他就開始繼續做 戰地 戰地新作 就是戰地204的工作 做完了之後 已經完成之後 然後他去做 戰地20 戰地2023年 也就是 後後年的 戰地2023年 我們叫做 戰地風雲期 所以說 對 就是這樣子 那下面有人提到一點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到的 那他就說 那是不是就如同戰地5呢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提過 服務型的遊戲 他就這樣 他就先把一個遊戲呢 端上檯面去 然後先 先賺錢 講的一點就是先賺錢 那他先把一個 不是很完整的遊戲 先放上去 然後再把一些 剩下原本 就是這個遊戲 該有的內容 然後再慢慢再補上去 可是這些東西 其實 是要再額外再收費 額外再收費 那額外再收費 當這遊戲 這邊有提到一點 他講說 戰地2022的壽命 取決於他能夠吸多少斤 7斤 能夠吸多少斤 如果說這個遊戲 一開始賣得很好 以下是我自己觀念 如果這一開始遊戲賣得很好 後來沒什麼吸引力的時候 那我可以跟你講 歷史會重現 因為這邊已經有人提到了 會不會如同戰地風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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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不知道我意思 戰地2014有兩年的生命週期 然後在2023年 他會釋出新的戰地遊戲 這個目前來講 安德偉遜 他既然已經提出來 那表示確定的 也就是說說 戰地2014的 當他在事出完成結束之後 這批人會去研發新的戰地系列 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會變成戰地5的歷史重演 也就是說說 當這個遊戲越來越不賺錢的時候 他就開始把那些人抽掉去做戰地2023年 戰地2023年 估計到戰地2023年 那就會變成 欸 對不起 可能又是停更 又是停止更新的 那這邊的人有講說 他們沒有預購 好解他們沒有預購 那 EA EA always EA 1到2年 EA always EA 是不是 不是只有我們 不喜歡EA 是連老外都不喜歡EA 連老外都不喜歡EA 然後 這些論點 然後 目前我看是沒有炸過 我看是沒有 但是大家一聽到2EA 大家是覺得有點意外 你知道嗎 知道 看到只有2年 大家是覺得很意外 你如果看我之前也沒有知道 所謂的遊戲壽命 就是當這遊戲已經不再更新 已經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 已經沒有任何的資料片 這遊戲就是停止更新 就是停擺 就是沒有生命的 然後就是放在那裡 所以外掛 對不起 不要想太多 他不可能因為EA跟DICE是個商人 他不可能因為一個遊戲之後 兩年的生命軸跡 去搞一個 特別搞一個抵制外掛的小組 可能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可以把這些能力去研發 下一款的戰地 戰地系列 他不可能把這些 因為你在組織一個防外掛機制 他一定要再花能力跟物力 跟財力 遊戲已經沒什麼在賺錢了 你怎麼可能還有這些特別 除非戰地204非常的賺錢 我就不敢講 可是 會不會呢 遊戲還沒有上市 我並不知道 我希望他能更好 但是當我知道他只有兩年受病的時候 其實 我會 我會再想一下就是說 我可能會把這個錢 省起來 或是等他低價的時候 我再買 我再繼續買 OK 那最後我想 我敢說 我敢說 如果你們現在 聽我的 Youtube這一篇新聞的話 一定知道 戰地204的收集有幾年 如果你們把 你們知道這些東西 跑去台灣的某些的 戰地社群網站 你直接跟他講說 戰地204的只有兩年的生命週期 你們不要買了 你看會有多少人噴你 他為什麼會 你遊戲還沒有買 你憑什麼講 他大概就是跟你講 然後開始買 開始在那邊噴你 噴到最後就把你文章給翻 把你封鎖 不時的報導 沒有官方的證據 尤其還沒有事 大概就是講這種話 他們不知道說說 一言代詩 按著未訊 已經講到 這個生命週期 在地204的生命週期 只有兩年 只有兩年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這一串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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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可能不知道該說 probably two or three years 兩年到三年 最多三年 我曾經講過最多三年 當然有講說兩年是應該的 就說就是兩年 ok 影片到這邊結束 現在是1點30 凌晨1點31分 其實我該睡了 我真的該睡了 為什麼我這麼晚睡 是因為說說 我們跟老外那邊的時間有時差在 有時候老外他們發布一些消息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知道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的有些 有些訊息 有些資訊 會特別的快 會特別的快 我也不是在錯屁 你看到 你在我的youtube上面看 有些東西在別的地方 應該是 看不到 即使看到了 那應該也是 好幾天之後的事情 OK 感謝大家的收音跟收看 那 我要睡了 OK 晚安 再見